好 繼續再看到花蓮市長魏家賢 為了要響應 進捐基金會互同交安的行動 特別拍攝了一支公益的影片 也呼籲大家要支持 交通安全教育向下扎根 讓小朋友可以應對交通環境的瞬息萬變 保護自身的安全 一塊攜手同行 把傷心歸零 花蓮市公所支持小黃帽安全交通計畫 花蓮市長魏家賢頭戴小黃帽 手上拿著活動圖卡拍攝影片 強硬進捐基金會所推出的 小黃帽交通安全計畫 而他也是全國各項正式首位 站出來支持互同交安行動的市長 今天要特別感謝進捐基金會 那針對所有的學童的安全 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計畫 那更感謝全家便利商店 也在這個計畫裡面 特別來響應 提供非常多的門市 來做相關的一個捐款箱的設置 那其實整個交通的部分 對於孩子來講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繼續不只是解決 家長的問題 學校的問題 更解決了交通上面的一個問題 他未來也會提供非常多的一些教材 來將募款所得的一些金額 針對這些部分來協助更多的孩子們 針對交通安全網路上面的一個安全性 提高孩子們減少發生車禍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更希望說每一個家長 或是有善心的朋友們都可以一起來響應這個活動 根據交通不統計 每年有超過上千名未滿12歲的兒童 在道路行走時發生傷亡 而這個數字遠遠超過全國八成以上的小學人數規模 因此常年推動兒童交通教育的淨捐基金會 在今年是特別透過全家便利商店 進行零錢捐募款 計畫要將募集的金額 全出用在交通安全教育推廣 一起來守護孩子們的安全 一塊攜手同行 把傷心歸零 記者 許麗晴 花蓮市報導 到達